主国灭亡后 刘善为了保命写下三字 司马昭反读后竟不敢杀他 究竟是哪三个字呢 竟能够让司马昭对刘善手下留情 今天史先生就来和大家聊聊 刘善是如何三字保命的 刘善呢 在历史上有着许多的评价 扶不起得恶斗 乐不思蜀 这些评价也将刘善塑造成了一个负面形象 确实 在世人眼中的他 是一位昏庸无能的君主 但其实刘善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无能 你看他在濒临死亡的时候 还能够为自己留下保命的绝招 他所留下的三个字 连阴险狡诈的司马昭都决定留他一命 刘备在临死的时候 十分悲痛无奈地将江山交给了刘善 还嘱咐诸葛亮用心辅佐 还为他留下无数的能臣猛将 即使他身边聚集着无数的高手和智囊团 但是他仍然没有保住流星的江山 在尔与我诈的权谋争斗中 人才济济才会凸显得他像一位傻子一样的村活着 所以他治理江山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有着长远的目光与智势的能力 主要源于对三国的江山 都是前辈人经历了无数的战斗与智谋 一点一点地打下来的 无数的血汗才停下三分之一的天下 那些没有能力的人自然是在战争中被遗弃 所以三国鼎立时期各国实力是非常强大的 而刘善身为蜀国的太子 所以他并没有经历战争与权谋的磨练 即使刘被自知他的儿子不太聪慧 但是身边这么多的良臣和名将辅佐 所以呢也就只能指望他能够安稳地守住后卫 确实在如此多的大臣辅佐下 刘善也算是高枕无忧了 但是在诸葛亮逝世后刘善的无能才真正的体现出来 蜀国缺少顶梁柱后刘善孤立无援了 对许多史诗一窍不通 在奸臣的奸计下许多错误的决策误了国政 蜀国也逐渐开始走向了衰亡 但是魏国的发展却是越来越好 因此在曹操离世后 其聪慧的儿子曹丕也早逝 因此曹瑞一个人是无法守住江山的 但是好在有着司马懿的献祭 司马懿也看出蜀国的无能后 决定进兵攻打蜀国 于是将蜀国收为了自己的领土 从此成为三国时期最大的赢家 而刘善一生 光复汉士大业的心愿也就毁于一旦 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大势所趋 接下来的天下必然是一统而平 但是刘善的江山其实并不是对方破城抢夺 而是自己拱手相让的决定 他身为一国之君 带领着官员向魏国投降 确实是无能治理朝政 也是他软弱愚昧 刘善投降拱手相让江山 出了自己的无能 还有些什么原因呢 刘善投降拱手相让江山 出了自己的无能 更多的也是对现实的无奈 在魏国攻打蜀国期间 烽火连天战斗不休 自古以来 所有的战争中 最受伤的还是平民百姓 两国的百姓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或许和平对百姓的意义有多重大 只有身处乱世的帝王才能够看见他们的苦楚 刘善见此经此景 若是还要坚持战斗的话 必将会损失更多的黎民百姓 不仅丢失民心 最终还会被魏国所破成 面对百姓越来越痛苦的生活 于是他选择了将江山拱手相让 况且诸葛亮逝世前 朝政上的明争暗斗 益州与荆州之间的矛盾 所以他只能投降 就像刘备曾经措施荆州一样 汉室黄金刘表在逝世的时候 曾经亲自将荆州托付给了刘备 但是刘备为了仁义 不忍心在刘表逝世时占领他的城市 所以输得一蹶不振 所以刘善此次选择投降 不仅能够保住蜀国成千上百的性命 还能够保住自己的后半生 因为他也早就打算好了自己的退路 对强敌来说 输得很惨的那一方是不该存活的 避免死灰复燃的机会 即使刘善是主动降服于司马昭 但作为曾经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国家 这亡国之君是一定不能留的 理应铲除永绝后患 所以司马昭是一定要杀掉刘善的 在刘善得知司马昭不愿放过自己 于是他集中生旨留下了三个字 他将中山寨三个字送到了司马昭的面前 而司马昭看到这三个字就明白了 刘善是何意 明白刘善心思后 他决定放弃对刘善的赶尽杀绝 刘善这样的做法看似没骨气 但却是保全江山百姓最好的方式 对于蜀国的江山若是论黄泉水沃的罪酒 那必然是恶斗 同时他也是位蜀吾三国中 皇帝执政期间最长的 留下前辈无数血汗的江山 就这样被他拱手让人 但也只能如此 因为他失了荆州的防守 丢失了最重要的经济占据地 还在北伐战争中耗尽了国力物资 所以除了投降 他无法抉择 一张写着中山寨的字条 竟能够保住刘善的性命 这里面有何玄机呢 一张写着中山寨的字条 竟能够保住刘善的性命 此事还得从刘善的乐不思数说起 刘善投降后 被司马昭分封为安乐宫 刘善的衣食住行 吃喝玩乐都被安排得非常舒适 所以投降后的他过得十分快乐 既没有暗赌劳行 也远离了朝堂纷争 他的生活过得是十分逍遥自在 王国之军能够保全性命 已经是非常的幸运 他竟然还能够安享生活 远离了蜀国 他还能活得如此快乐 大家都十分比一刘善的吃傻 曾经司马昭还询问他 为何不思念自己的江山国土 他却觉得 在魏国待得十分的快活 觉得自己并不思念蜀国 也因此 人们将乐不思数的标签 成为了刘善的人生标签 而司马昭继续追问道 你的故土还埋葬着你的先人 即使如此 他也不为所动 但是通过这段对话 便能够看出司马昭并非简单的询问 而是在有意无意的试探 因自己在此各个方面都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若是你还是思念国家 那便是假意投降 但是刘善真的就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吃傻吗 或许刘善说想念的话 将会引起司马昭的杀心 因为他的回答也直接打消了司马昭的顾虑 对刘善这样胸无大志的人 这样呢 算是保全了他的小命 他拱手让江山贪图享乐 除了诸葛亮再是细心的指导 其他大事也是一件都不会处理 诸葛亮事实后 他丢失了导师对朝政毫无方向 完全就是一位颓废的帝王 这样的帝王也难免世人将他称为扶不起的恶斗 显然他对于江山无异 但是这样的心态却能够保全自身 对于自己而言 能够留下一条命就知足了 也许他是大之若愚 群臣并不理解司马昭 为何因为这几个字就能够放过刘善 司马昭对他们说 你将这三个字倒过来就能够明白了 因为通过乐不思蜀的事件 他觉得刘善早就不想去争夺什么权力 他想要保全性命 安稳度过余生 通过在山中就能够明白他心中所想 所以司马昭自然不会再为难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人 既然他打算在山中躲一辈子 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威胁 就不会有顾虑了 而两次乐不思蜀的举动 更是让他放下了心中的防备 在利益面前 这些满嘴的道德仁义并不重要 能够活命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才有着集中生智的三个字 刘善这样的君主为了保命 竟然拱手让江山 那么你知道历史上 还有哪些像刘善这样的 为了保命而丢弃江山的人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我们的视频 多多转发点赞哦